颈椎病能治好吗? 何利明,骨科蜕变与肿瘤病区主任医师 颈椎病是一种脊柱上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之一 颈椎病目前有分为六型的,有分为七型的 最多件是分为六型 第一型叫静形颈椎病 静形颈椎病主要是以颈椎周围的软组织韧带的老损 包括椎间盘的蜕变而引起的以颈颈背疼痛为主的颈椎病 叫静形颈椎病 下来呢就是叫脊髓型颈椎病 就是由于颈椎蜕变以后导致周围的椎间盘的突出 关节的增生导致的神经管的狭窄 而压迫了脊髓神经叫脊髓型颈椎病 第三个呢叫神经根型颈椎病 这种多件一个是颈椎夹盘的突出 另外呢还有一种以头眩晕为主的叫椎动脉型颈椎病 主要是由于颈椎的失稳导致了椎动脉对大脑基底部供血的不足 而引起的眩晕 另外还有一种叫胶感型颈椎病 是由于颈部软组织周围的炎症而刺激了局部的胶感神经结而导致的一组 综合症你比如说以血压不稳头晕失眠眼障舌头麻脸面不麻木 这种为主的叫胶感型颈椎病 还有一种颈椎病呢 就是由椎体前沿的增生而压迫了前面的食道 而导致的疼咽的困难这种叫食管型的颈椎病 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早期呢也可以进行一些物理治疗 包括理疗热敷 同时也可以携奏一些药物来缓解症状 在这些保守治疗都效果不好的时候 可能这种疼痛可能是很严重的 这个也是需要手术治疗才能最终解决 对于椎动脉型颈椎病 由于颈椎失温引起的早期可以进行物理治疗 颈椎的制动治疗早期可以改善症状 同时呢要改善症状呢 也必须改善一些它的工作的环境和生活的习惯 这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胶感型颈椎病的治疗 主要还是由于物理和药物治疗为主 还有对于食管型颈椎病 根据症状早期也可能会有一些症状 但是一般来讲对食管压迫很严重的 也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不是太多见 因为它食管活动的范围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种颈椎病叫混合型颈椎病 就是两种类型以上的同时存在的颈椎病 叫混合型的颈椎病 这种混合型颈椎病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决定 没有统一的治疗的规范 总的来讲在目前来讲 只要诊断明确治疗方法得当 颈椎病总的来讲是可以治好的 但是我要说明一点是啥呢 就是对于脊髓型颈椎病 实际上也是能治好 你只要早期来及时的采取了措施 做了手术 脊髓型颈椎病也能治好 但是临床上经常出现脊髓型颈椎病 很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已经走不了路了 已经大小便都控制不好了 脊髓已经有了坏死的这种情况了 这种脊髓型颈椎病治疗呢 手术做了还一定会有一些后遗症存在 有的后遗症还比较严重 所以呢对于脊髓型颈椎病 一旦发现脊髓受压尽早手术 才能有可能尽少留有后遗症 专家提示 1.颈椎病分为6型 每一型的治疗有区别 2.早期的颈形颈椎病可采取物理治疗 协助药物治疗的方法得到缓解 3.脊髓型颈椎病应尽早手术 以免导致神经坏死的不良后果 4.诊断明确 治疗方法得当 颈椎病可以治愈 4.050 3.050 感谢观看